就说到面试当中的一些语言技巧 你们觉得面试时候 要么就是康康康慨慨激昂 要么就是这种四平八稳 这两种哪个好 我会觉得是说 它面试其实是 首先你得有语言的结构 逻辑是什么 那肯定 对 基于这个 然后你再谈 你对声音的处理 你对节奏的把握 包括什么 你要用眼神去看 大家对你说话 这个接收程度 但是一直在一个声线和声区 所以其实变化 变化 就是音乐就是因为有 哒哒哒 哒哒哒 就出来了节奏 其实无论是面试当中的语言技巧 还是在生活当中 我们希望能够生动一些 鲜活一些 其实变化都是一个 特别好的处理方式 那如果缩小到面试的 这个场景当中 如果你要根据场的这个情况 来去调整自己 对吧 那你面试来 就是要来找到工作 然后被赢得认可 那这个时候 你的语言如何去 帮你去证明 你自己拥有这样的职场技能 能够胜任某个岗位 对 你就用那样的频道 去展示自己 注意到没有 严姐现在的这种表达方式 你就不觉得它平缓一片 它是有节奏 有情感的 对 我突然从您刚才的这段发言当中 又提炼出一个词 节奏变化之外 要有情感 它是有情感在里面 你帮我发现了我的一个优点 真的 你是要浸润进去的 你是用心在说的 我其实比较介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面试的准备这件事情 我其实非常介意 因为面试一般上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的结尾缓缓的淡出 特别好的气冲转合 我说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 就比较舒服 对 结果他按照我这方法试了 特别成功 首先人家本身就很优秀 但是他说在电梯里 回科室的时候 领导 几位领导跟着说 你那五分钟 我们几个听着是最不累的 其他的都是玩命的 像连珠炮一样 对 其实你说大家都是一个系统的 你有什么成绩 你做过什么 领导其实都是很清楚 我说其实这是一种人的心态 就是跟你交流的时候 人要听你说什么 但人更要听你说的这个东西 是让他听着舒服的 对 如果他听着不舒服 对不起 我不想听了 耳朵关闭了 你再说什么 人家都听不进去了 对 没错 朱总 我说的对吗 如果我要是去你那面试的话 你觉得我这种语言表达 我可不敢给你面试 你在第一分钟就已经赢得他了 我在第一分钟的时候 你因为颜值已经打败了 99.99%的面试者 不 我要靠才华 其实你看 还有一点我想跟二位沟通 不管你生活当中是什么人 走进面试场的那一刻开始 不管您在企业当中 是什么样的形象 你们坐到红色的皮椅上 你们就是非你莫属舞台上的企业家 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倡大家 在具体的场景当中要入戏 自然 在任何一个场里 要成护场的人 护场的人 要成护场的人 不做破场的人 然后去迎合这个场的规则 去遵守这个规则 去配合这个规则 其实都是人的智慧 我觉得他的问题 真可能是佳音刚才说的那个 他可能就是因为 没有做好前面的功课 上来以后再加上紧张 只要我就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 他没有能力入进来了 就很多人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紧张这种情绪 对人的大脑来讲 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 但是呢 这个紧张它也要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的紧张 一定会让你调用你脑部当中 最活跃的区域干嘛呢 去做应对 对 对